他在中国被誉为北派漫画的开山鼻祖 得过动漫界的奥斯卡 法国昂古莱姆漫画节的特别大奖 是第一个跟欧洲最大的动漫公司签约的中国动漫艺术家 他是风华正茂的影视明星 他主演的多部电影都在海外的电影节 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他是耀眼的体育明星 是当年中国泳团《五朵金花》中的大姐大 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 实现了中国奥运游泳奖牌零的突破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法轮功修炼者 听他们讲述最真实的人生故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精英论坛 30年对人生来说是很漫长的 但是对历史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瞬间 对法轮功学员来说 这30年则是天翻地覆的30年 30年前 李洪志先生开始传功传法 法轮功正是在1992年弹出来的 1999年之后 法轮功受到中共全面的残酷的打压 但是法轮功在全世界仍然很快速的发展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 今天我们精英论坛 邀请了几位特别的嘉宾 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 来和我们谈一谈他们的生活和信念 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 来体会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在现场的是郭敬雄先生 他是华人漫画和动漫界的大咖 那喜欢动漫的华人朋友 估计有不少人知道他 这个人世间的精英 一定是那种 抛去了世间的繁杂 紧紧地抓住和神联系的那个人 最真实的人生 最真实的人性 是所有人的人性 每个人都具备那种善根 好 在线上的是雪飞 雪飞过去两年是出演了好多部电影 反响很好 我开始翻开《撞法轮》这本书 我看的时候 一下子你就看到了那个灯塔 我一定要走出来 见识做着一个很勇敢 甚至是他们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 那在线上还有黄晓敬 黄晓敬是1988年 可以说是在中国奥运的游泳项目里 第一个拿到奖牌的人 那时候每天抱着我痛哭 就是说你死了 妈妈也就不活了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七天的时候 从我这个手心里面 就呼呼地出的那种凉气 在暴轮的那个过程 我就流了很多的眼泪 我就一直都不停地这样流泪 妈妈也跟我一样 流下来那种非常感激的那种眼泪吧 谁不练我也要练 真是太美妙太神奇了 首先想跟大雄聊一聊 其实大雄刚刚是从荷兰回来 那参加一个影展 这一次呢就是凭借着一个动画纪录片 长春不光是得了奖 而且我觉得在现场可以说 是收获颇丰 这主办方邀请满满一个影院的人 来一起看片子 看完了人全场的人 来一起长时间的集体鼓掌 集体训练法轮功 主要是个人权方面的电影节 当时呢就是在里面觉得 这个信心不足 但是片子呢一出来之后呢 那就是用我的话来说话 就吸引了大家眼球 就是成为了 当时这个最受欢迎的片子 然后刚开始没几个人 后来就人做很爆满的 后来就要求评委会 要求所有的参赛者 评委和这个赞助 反正是这个组织的人 都来看这部片子 现在我很惊讶 但是我看到这部片子 因为这部片子 这部片子就很重要 对我来说 你会给你的隔壁人吗 看那个场景我也很激动 那么在国外很少见到这么多人 一起学来法轮功了 当时是有荷兰的法轮功学员 在演示法轮功 他们就站起来跟着一起学 跟着 说明这部片子 真的是打动大家了 不是我的片子的问题 我觉得是背后的 真实的 长存的那些大把弟子的 故事触动了大家 你说到这个故事 真的触动大家 其实我有一个画面 印象很深刻 就是其实不是属于 屏幕前的画面 而是你在拍了一部自媒体 讲述你创作 这部影片的过程 那在讲述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哽咽了 你回忆了说 有一位法轮功学员 你尊称他是叫大哥 但是你没有说姓名 让你说在你创作的过程中 这位大哥就去世了 那他在去世前是遭受了 非常严重的迫害 他是这部动画片里的主角之一吗 是 主角亮真行 我在创作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 好像一天下午 应该是一两点钟的样子 跟我长期作者里合作的一个通修 他给我打电话 他跟我打电话说 大熊 我们那个亮真行 刚刚得到的消息 他去世了 在我接电话的时候 我眼睛就看到这个天上 太阳边有一个特别特别 特别特别亮的一个星星 你觉得它是一种隐喻吗 好像是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的样子 就好像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都在他们的 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但是那一刻我就觉得 好像真的是有一种 他没曾远离我们 包括所有这些年 三十年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在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 包括在全世界各地 在街头中 风里来雨里去的法轮功学员 我觉得我们永远在一起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同样面临的这样一个世界的背负 所以你六年磨一剑去参与创作这个长春 是不是也是为了纪念这样的一群人 不仅仅是纪念 我觉得更多的是唤醒世人 是让他们看到 当今的世界 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人是一个什么 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人在这个世界中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点 因为你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就是在掩盖真相 世界全世界都不知道发生的事 包括中国人 包括我们很多长城人都不知道的 他就是在一切在 在邪恶的掩盖下 默默地进行 我们承受着那种迫害 是不被世人所知晓的 我们说你比如说活摘器官 说出来他们觉得好像是耸人听闻 这是我们面对社会的当今世界 当今这个时代 最无力的一种感觉 因为媒体这么发达 理论这么强大 科技这么强盛 好像这个世界已经是 已经走入了一个苍鸣的时代 但是就是在这种表面 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发生着一个残酷的 对人权的迫害 对信仰的迫害 而且迫害的是一群 去努力追求真相 去努力修心向上的好人 这是这个社会冰冷的现实 我想很多人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么残酷的迫害持续了23年 为什么法轮功学院还在坚持 对不对 也就像你刚才提到梁振兴也好 一大群的法轮功学院也好 你长春里的其他主角也好 为什么那么坚持 就包括大型你也是 我们知道你以前在中国大陆 都被誉为是动漫界的天王 北派漫画的开山鼻祖 那等于说是 可以说很多功名利禄都有了 那你要放下很多来到海外 重新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 大兄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坚持 要去修炼法轮功呢 首先我修炼法轮功 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相反是因为对我来讲不重要 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是个艺术家 艺术的使命呢 其实是思考人性 也许你说我为社会怎么样 我不那么想 我想我更要考虑 我个人的价值是什么 那么是我和这个宇宙的招物主 和神的关系 我希望建立这种联系 那么这是我认为 是一个人更重要的事情 他远远大于你的名望 你的金钱和你社会中的 实际中的幸福 当人从这一方面理性的认识到生命中什么最重要的时候 他不会被这些表面的这些东西的诱惑所放弃的 我相信这么多年来走过的人 30年来这些法轮功弟子一定是经过这方面的思考 其实同样的问题 我也想问一下雪飞 因为我知道雪飞 其实也是从演艺圈走出来的 可以说是很多人在中国大陆 很多人去追逐演艺圈 是追逐这种功名利路 但是雪飞是逆流而上 是激流涌退 然后初走到海外 现在在新世纪 也是新世纪的当家的主角之一 关于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我当时好像即将要签约到一家影视公司 然后那个公司的老板他就跟我谈 他说 你别看现在那些好像很火的艺人 但是其实在这一行里面都是利益的互换 不然我为什么要出钱捧你 我为什么要让你演你一号 当时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真的是特别难过 那种环境或者是面临那样的一种 游戏规则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学习 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追求 我向往的艺术呢 因为没有人看中你的这些 难道我的目的就像他说的一样吗 我的目的就是要为了火 为了红 为了出名吗 我仔细地问我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单纯地 单纯地热爱表演这件事情 单纯地热爱表演带给我的那一种愉快 那一种让我在表演中才能体会到的 好像那种内心发自内心的那种愉悦吧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去公司 他看到的并不是说 你来给我演段期看看你能演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我给你一个剧本 你来诠释一下 你能展现什么 并不是这些 所以我反而是用另外的尺度和标准 去衡量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内心的那一种无力和无助 就是说我的那么多的付出 那么多的在别人的眼里面都是空谈 或者是都是没有用的 就很痛苦 我就觉得那我就 那我就不做演员了 那我还可以做其他的吗 当然了我非常非常的舍不得 或者非常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 那我就尝试那我转行吧 那我还可以当老师 我去教表演 那我还可以 甚至我去尝试 我说我去美术馆里面 我给一些艺术家去做助理 但是虽然我转行去做其他的工作了之后 我内心都还是 还是很痛苦的吧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并不是 我所喜爱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是没有勇气去面对 面对我所看到的那一切了 当真正使我鼓起勇气来的时候 是我开始修炼了之后 那你说我修炼了之后 我会如何去面对社会上的那些现象 我过去我可能会很痛苦 因为他们所能做的 或者是他们甚至可以放下底线去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我不愿意去做到 或者是我不愿意去随波逐流的去做到 我过去就会很痛苦 但是我后来 我开始翻开撞法门这本书 我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本书特别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触动我 打动我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意识到 当我不去追求 或者不去要求做到这些的时候 我发现 我发现我豁然开朗 我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 随波逐流的像那些人一样 放下底线去做到而痛苦呢 我就应该遵守我内心的这一份坚定 我就应该遵守我内心的这一份高解 因为这样是对的 当我修炼了之后 我就觉得 我突然好像 就好像你说汪洋大海里面 一下子你就看到了那个灯塔 一下子你就看到了那个方向和希望 你就能坚定自己 对 我就应该是这样的 或者社会 它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其实我一直都在逃避 我一直都在逃避自己 或者是逃避我所要应该面对的挫折 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学习表演 我做这一切 好像明明中都是有安排的 并不是像我过去说 我是凭我的能力 我的本事做到的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好像我就觉得冥冥中又有了一些新的安排 我不能放弃我的这个专业 我不能放弃它 并且我应该通过我的这个专业 去让大家看到 让大家看到 大法所给我带来的美好 大家可以通过我说 哦 雪飞怎么能这样呢 怎么能做这样好呢 那我会告诉她 是因为我修炼法和大法 我才能够做到 雪飞 其实我记得我以前采访过你一次 你当时是有一种非常高压的一个环境一下 我记得应该是 您的母亲当时正在处于被迫害的压力下 因为我的妈妈 她也是一个修炼者 修炼大法 她也知道我在国内的那个环境当中的艰难 她就告诉我 她说你知道吗 海外也有拍摄 也有拍摄电影的团队 而且那一群人 都是一群和你一样 用真善人为道德标准 去做一个好人的人 你愿意加入吗 其实我一开始的第一个念头 还是有点迟疑的 因为我当时就想说 这个亚裔的符号 能在那个海外 能够 就是等于说能够走得通吗 当时也有这样的质疑 但是后来经历了我妈妈的迫害吧 通过我妈妈的迫害之后呢 我也 我也看到了 在那个 那个环境之下 很多大法弟子的艰难 因为 因为你是无处发生的 就像我 我妈妈经历了这样的迫害之后 你知道它是故宫的 你知道它是错误的 但是 你没有一个通道 你没有一个出口 能去表达你的心事 能去传达你的想法 你经历了什么 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走出来 我一定要走出来 用我的能力也好 用我 说到这 所以在那一刻呢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 应该要走出来 用我的能力也好 用我所学会的技能也好 去传达这样的真相 去传达法轮大法 给予我带来的神奇和美好 因为这些消息 这些信息 是在国内你看不到 甚至是表达不出来的 我在通过这件事情 在发生的时候 并不是说 在为我自己发生 在为我妈妈发生 其实我觉得 我是讲出来了 很多人 很多人 内心的真实想法 它也 我觉得这也不仅仅是 关于修炼法轮功的想法 因为在中国除了法轮功 还有很多团体 遭到了中共的迫害 所以我也希望 我的这一点点 微博的力量吧 能够把我周围所看到的 我所经历的 或者是周围人 他们的故事 通过表演 通过电影的方式 能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 包括我现在演的一些片子 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我都会 发给我过去认识的 一些朋友看 他们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反馈 让我 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因为他们觉得 我在坚持做一个 坚持做着一个很勇敢 甚至是他们没有勇气 去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角度 我所做的这一切 给予了他们 意想不到的一种力量和状态吧 好像这一切都像 有神在指引着我去 去这样做 生命的觉悟 就是说他看到了演艺圈 其实大陆不仅是演艺圈 所有的圈子都是名利场 包括我们做教育节 出版节各行业 各行各业都是充满了一种名利场 然后他看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本性中的那种 学费本性中的那种存粮 他拒绝这种丑恶 然后他又生命需要一种觉悟 这是一个层面 这是很多修兰法轮功刚开始的人 都会有这种体会 包括基督教 包括佛教的人 可能刚才都有一种寻求生命 超越的这种社会 这种污浊的这种理想 到后来呢 学飞讲到了他母亲那一段 我突然间他没有说这个词 但是他突然间涌现出一种正念 就是这种正念这个词 我突然间看这小女孩 她有一种 一种拨然而发的那种勇气 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在 这二十多年来 向世人讲这一项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呼唤起这个世间人的这种正念 这种正义的良知 没错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 在各行各业里 突然间一直到我们这个实面感 你可能表演的目的并不是那种 聚光灯下 美光灯下那种鲜花与掌声 更多的是在人情中感受那种 人的力量 人和神的关系